走 一人 竹丘和七八舵打起来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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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我们好歹号称西北庄上 你竟然对一个犯人被拥取信 西北庄是守着为君子 老子干什么 并不着你来笑 西北庄上的头衔不能被顶 今天老就灭了你 要不开的 少废话 能否大人生气 狗狗熊 表现不错 把这个肉拉下 花皮 田草 栗子狗产 都给我滚回去待着 青蓝大人到 叶皇 十国联军犯金 国主亲征失败 请叶皇出山 命名推理 请我出山 我在牢里干得挺好的 别再来找我 叶皇 您可以不管边境战事 您能弄自己的亲密都不管 什么意思 六年前您在江城养伤 入坠苏加苏血液 后来您被打入天牢 这些年他带着孩子孤苦 过来 这个孩子是您的女儿叶小小 现在已经中病入院 您在天牢是帮不了他们的 只有您住进身为叶皇 才能救他 被团禁 我要回江城 你 供应叶皇出狱 以我的名义 向苏加提醒 能不能欠血液等 全都要披护回来 是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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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女儿的病怎么样了 病人的病情很严重 需要尽快手术 否则有生命危险 去缴费吧 五 五百万 尽快筹签办 妈妈 帮你没钱了 小小不是病了好不好 小小放心 妈妈一定会给你凑够手术费的 妈 我想借点钱 怎么 又想给那个野种治病 妈 小小病重 我实在是没钱了 求你帮帮我 我很快就会还你的 没钱 老板 我该去哪找啊 我可算找到你了 这次 我可还没找到 吴田凉 你来干什么 我来 当然是要把昨天晚上没有办完的事办完 昨天晚上 让你在皇朝夜族会跑啊 现在 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啊 吴田凉 我昨天只是向你借钱 我没有想过要出卖自己的身体 你死了这条心吧 姐姐 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 胡少可是说了 只要你愿意陪他一晚上 他就给你一块块钱 雪儿 你女儿都快死了 你不偷使你清高啊 手术费 我会自己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别忘了 我们苏家 是不会给这个野种 分钱 雪儿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只要你答应陪我一万 他就是你的了 怎么样 本少够诚意吧 一晚上 一百万 一百万 胡少对我 可都没这么大方呀 我没有你这么不知廉耻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丢掉清白 不是好歹 宋雪儿 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呀 那就别怪我当着你女儿的面 让你爽一爽了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乱 我 你快 我 我 你快 我 你快 你快 快 走 走 走 你的玄 巨缘 那是我 快 十六年来你到哪里去了 你当初一句话不说就消失 你知不知道我跟小小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对不起 是我没得保护好的 对不起有用吗 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小病危 我们这边的整个教程都挣不起手术费 没有人愿意帮我们 也都看不起我们 看你一句对不起 就能救过他吗 这非要等到我们都快要死了 你再看来看一眼 哟 我当这是谁呢 这不是苏雪岩的废物老公吗 要你们咬的音讯 现在回来替你女儿收尸啊 你说什么 怎么 我说错了吗 真带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你的这个野种女儿啊 心脏病突发 过不了两天啊 你就可以替他生尸了 小小 小小 没用的 心脏病重一直在不眠 什么叫都叫不醒 听见没有 这个野种啊 说不定每次昏迷之后就死了 不过啊 死了也好 我苏家没了这个耻辱 轻轻白白的 叶玄 你没事吧 叶玄 你只不过是我苏家 咬的一条狗而已 还想拔我 你敢动本小姐一下 别怕你别人是个野种 一起死啊 看在你是血烟妹妹的份上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这一麻将 但你要再敢误入小小 别怪我不念亲情 亲情 像你这种废物 也配合本小姐做亲人 苏雪岩 本小姐好心给你家这个野种找手术费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老公还想打我 我看你是全心想让这个野种死啊 苏玉 叶玄她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雪岩 你是不照向这种人道歉 小小不是缺医药费吗 没关系 我来付 你来付 那可是五百万 明显一辈子垃圾也挣不来这么多钱 你付得起吗 无事 你听到了没 这个废物说 手术费她来付 你信吗 闻闻这让人反胃的穷酸味 真是腌入味了 就凭你 你能拿出来五百万 区区五百万而已 就算是五千万 对我来说 也是一句话的事 叶玄 别胡说了 这个废物啊 我看她是疯了 说她一句话就能弄来五千万 鬼性啊 叶废物 你要是没睡醒 就滚回你的桥洞里边接着睡 别在这边爱本少的眼 秦鸾 十分钟之内 带五千万现金来医院 我要你女儿治病 说你两句还装上了 以为装不算打个电话 本小姐就会相信你了 废物 你很能装吗 苏雪妍 要是再让这个肺部纠缠下去 你女儿可就真的没救了 晓晓 晓晓晓晓晓晓你没事吧 不要嫌妈妈 看来啊这个小结枢马上就要死了 苏雪妍 你再由叶璇这个废物再闹下去 倒实话 神仙的救不了你女儿 说了 我的女儿 自己救你 叶璇 你能不能不要再添乱了 你真的想害死小小吗 老婆 你相信我 用不着这个困难帮忙 我能救小小 相信你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当初我和晓晓被苏家赶出家门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们两个流落街头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知不知道 这六年来 我日夜盼望你能叫我跟晓晓出苦海 可是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晓晓 我现在对你真的没有信心了 对不起 这件事 只会我再向你随身 我们现在先救晓晓好不好 叶璇 从现在开始 我跟晓晓的事 与你无关 老婆 吴少 我答应陪你 求你发发自卑 救救晓晓吧 吴少 我答应陪你 求你发发自卑 救救晓晓吧 哈哈哈哈 早答应我 不就没有那么多忙的饭吗 来人 给这个小爷种治病 哎 他们是去做手术了 你就不用去了 在这乖乖等结果就 谢谢 谢谢 还是无少 还是无少心善 早就把你找好医生 给你女儿做手术了 那像这个废物啊 只会阻止你女儿做手术 素雪妍啊 我说你当初就像架条狗 也比架这个废物强啊 你成功了 站住 不准带着小小 废物 你想干嘛 让他 素雪妍 难道你想让这个废物打断你女儿的手术 送你女儿去死吗 叶玄 你想干嘛 无少都已经答应给小小手术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雪妍 那两个医生 是小的 假的 怎么会 刚才进来那两个男医生 身上挂的却是女医生的证件 手腕上还有纹身 咱们根本就不是医生 他们带着小小 肯定是另有异谋 什么 小小 放开我 吴天良 你妈小小怎么了 本以为控制这个小野种 就可以以后让你乖乖跟着我 没想到 被这个废物给看穿了 看穿了又能怎么样 就这个废物 难道还能坏了无上瘾的方式 雪妍 你放心 我已经把这个小野种 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只要答应 以后对我言轻弃从 我就放了 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她的生命安全 小小 素雪妍 想要救那个野种的话 那些乖乖听吴绍的话 雪妍 你醒醒 雪妍 怎么这么不经摔呀 这是摔死了还是摔晕了呀 可千万别摔死了呀 要不然吴绍没得用了 没关系 这么美的美人 死之前还能炙热再玩玩 好快呀 伤我妻子 且我女儿 我叶璇在此立誓 雪妍你苏武俩家 一个不了 给你脸了是吧 你三方要照着自己 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还要雪妍我们苏武俩家 你配吗 要不这样 我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来 把鞋给我舔干净 我就找人给你老婆治病 再告诉你 你女儿藏在哪里啊 赶快 温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放死 敢羞辱真神大人 我肯定找死 参见真神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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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贱人 居然敢管吴绍的显示 你个贱人给我住嘴 可这江城新上任的监察官 我父亲在他面前 都不敢大声说话 秦婉大人 您刚上任不久 不在官署 怎么跑到医院来了 我要是不来 也不知道吴大少爷 在江城这么嚣张跋扈 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向来都真记熟 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 吴天灵 到底把我女儿藏到什么地方去 嗯 想要知道你女儿下落 现在立马给我 说 行啊大人 您身份这么尊贵 何必 又为了一个小野主出头呢 是啊大人 那个野主 这是我们苏家的雷坠 没人在乎的 死他就死了 再敢多次 你们两个脑袋就别想要 快说 走到哪儿去了 西家 五湖 什么 毛虎唐是拐卖儿童倒卖奇怪的地方 还在他们手里 还能活吗 晓晓 你先帮我照顾学员 我去救晓晓 是 快点西小姐去偷婚吧 是 至于你们两个 好处想想怎么死 好处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 饿了 二狗 二狗 怎么办事的 看你这小公家饿了 给你拿来吃的 谢谢叔叔 不客气 待会给你吃的了 要好好吃 全吃完 嗯 放心吧 叔叔小小 从来都不浪费粮食 我浪费就好 吃吧 快吃啊你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叔叔给弄脏了 快吃啊 你怎么不吃 也忘了 我一口一口 全吃完 快吃 坏人 坏人 还没坏臭呢 哈哈哈哈 我吃吃吧 我吃 我喂你吃 爸爸爸爸 你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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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叔家的小野种 什么时候有爸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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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哥 这小子非要闯进来 兄弟们拦不住 啊 小子 混哪条道的 敢逗我们武当的人 嘿嘿 小子虎哥问你话呢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啊 把我女儿给我叫出来 女儿 原来你是苏家这小野种的野爹啊 好啊 找事找到我头上了是吧 大哥 你用不着跟他废话 拿下他献品无双 咱们兄弟俩又是大公一间 怎么弄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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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一变 放了我女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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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爸爸妈妈我跟妈妈说你想看过你 是 我是爸爸 对不起小小 爸爸来发问 爸爸你是不是不喜欢小小了 这么久都不来看小小 对不起小小 是爸爸失职的 爸爸向你保障 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你和妈妈的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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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有点难受 我是不是快死了 小小我不容易有爸爸了 小小不行 小小 不要乱说 只要有爸爸在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让你死 爸爸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好不好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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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他敢来我猛虎堂抢人 人你抢得走 也保不住 猛虎堂 敢动我的女儿 也没有必要藏在我 哈哈哈哈 口气挺大呀 就连胡家也不敢说没有猛虎堂的话 你算了什么东西 猛虎堂 猛虎堂被灭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谁 谁敢动猛虎堂 我 严任江少监察官清软 监察大人 把电话给你对面的人 把电话给你对面的人 一黄 是我属下自作主张 宋小区那边有专制在爱宁堡 不会有 抓了不错 派人来蒙古仓库 送我女儿去医院 是 你 这上黑体现场问大人说事 到底什么人 什么人 咬尽命的 派人来洗礼 是 我知道了 刚得到消息 蒙古仓库 被秦乱大人灭了 爸 莫我 放心吧 既然秦乱大人 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你回来 就不会再为难你 没想到 苏学妍这个贱人 竟然有监察官给他出头 新官上任三八伙 不过没想到 苏学妍命这么好 这件事竟然让清兰大人撞上 真是便宜的那个贱人 还有那个叫 就叶玄的叶男人 我警告你 清兰大人刚上任 你给我安分点 别再到处有点事 听见了吗 知道了 安分点 等本少出了这个 恶气再说 清兰大人 给我过来一趟 叶玄 孙神已经到了 在里面救治苏小姐 孙神义乃国内第一名医 由她出手 我就放心了 叶玄 我问过吴家家主吴承雄 他说吴天梁虽然欺男霸女 但是绝对干不出绑架这种事 什么意思 我怀疑 有人利用吴天梁对付您的亲人 我坐镇边疆数年 树敌无数 当时我入狱的时候 就是国内某些主合派的阴谋 如今我已出狱 他们有错行动 也是应该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现在中调查 一切等孙神医治好的学员和晓晓再说 是 孙神医 晓晓怎么样了 这个小女孩的病有点怪呀 医生 我女儿不是心脏病吗 依老夫看 她不像是心脏病 更像是被人下毒了 下毒 孙神医 你没看错吧 是啊医生 她只是个孩子 怎么会有人给她下毒呢 这老夫就说不了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她中的是 孙神医 孙神医 能治吗 难 老夫现在只能控制住毒性 要想治好这孩子 还得找到解药 最好的办法 找到下毒去 对方手里一定有解药在 究竟是谁 对晓晓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下手 妈妈 晓晓 妈妈今天加班了 你是不是饿坏了 妈妈这就去给你做饭 不饿 不饿 嗯 妙玉小玉给晓晓吃过蛋挞了 妙玉 怎么拿去念 晓晓中毒之前 只有妙玉给她吃了东西 俗妙玉 你确定吗 她一向看不起我们母女 肯定不会主动给晓晓吃东西的 下毒的人一定是她 这毒可不简单 下毒的人是想要孩子的命的 晓晓 好 喂 哟 苏雪妍 还没死呢 哟 雪妍 还没死呢 没死就赶紧滚回来 爷爷找你 怎么了 雪妍 是妙玉的电话 她说爷爷现在叫我回去 现在让你回家 阿伟放心 孩子暂时没有生命的钱 去找苏妙玉要起药 怎么了 夜雪儿 我昏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天良和苏妙玉怎么就突然走了 还有晓晓呢 你是怎么救她回来的 你昏迷之后啊 清卵带着吴晓晓赶到 很快就赶走了苏妙玉 还有吴天良 同时呢 打定住了曹晓晓的位置 我就去把晓晓救出来 清卵 你是说信任监察官清卵大人 无情无故的 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很简单 你也认为我是他的顶头上司 真身夜黄 好好说话 我说的是真的 夜雪儿 你要是夜黄大人的话 怎么会让我和晓晓受那么多的苦 雪儿 算了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也就不问了 只要晓晓平安就好 其他的事 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再说吧 你放心雪儿 我不会让你和晓晓受委屈的 我不会让你和晓晓受委屈的 我不会再让你和晓晓受委屈的 肝紧给我洗了 灰县 灰县以为你是个大人我把你救回来 他让雪儿嫁给你 好了 我去参蝎夹也 你一个废物就别去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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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废物太废了 你叫你 战神叶玄 你杀害敌国首脑 破坏和平 又畏罪潜逃 现在奉命拘捕你归 拘捕我 你配 叶玄 你的三千战将已被执法队控制 再敢反抗的话 他们都会跟你住脸 太刀 学员 等着我 等我袭装的冤居 就回来找你 学员 六年前 我因为刺杀敌国首脑而受伤 之后在乡城涛光满回 拘捕之道被谁出败 也因此 亏欠了一名女生生六年 既然我现在已经破龙突遇 等我以后 我一定不会让你二手没去的 爷爷 这次等宿学员 这个竟然回来以后 你可一定得好好的教训他 还有 叶玄那个废物 他居然敢怂恿青乱大人 打我和妙语 这次 绝对不能轻饶他 无事 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子 老爷子 我知道 你想巴结本事 想让苏氏集团 更上一层楼 不过 我们吴家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巴结的 这样 要看老爷子的荣誉了 哎呀 爷爷 吴绍啊 是看上我们家雪岩了 吴绍放心 雪岩最挺老头子我的话了 只要你喜欢 今天晚上 我就把他送到您的府上 接下来 就看老爷子的表现了 怎么了 没什么事 你先进去吧 我待会就过去 秦鲁 出什么事了 叶皇 蒙虎堂堂住黎虎被人救走了 这 什么 我们的人到了蒙虎仓库 只发现他的几名手下 没发现黎虎 查 救出黎虎的人 一定是害我女儿的幕后黑手 一定给我查出了她是谁 是 另外 您和苏小姐的订婚请柬 已经发往各大家族 一周后的晚上给大家度过齐聚你的晚宴 好 我知道 那就一周之内给我解决掉一切麻烦 明白 吴绍 听说你女儿生病了 不是生病 是中毒 中毒 不管是生病还是中毒 那都需要花钱去治疗吧 这样 只要你今晚去陪吴绍 那我就出你女儿的营用费 爷爷 我可是您亲孙的女儿 你居然让我去陪别的男人 是的 吴绍有钱有缺 只要你把他伺候好了 那咱们整个的宿家都会飞黄腾达 到时候你可是咱是苏家的大功臣 我的好姐姐 这可是爷爷的一番好意 你可千万别辜负了 吴绍 不识好歹 告诉你 你今晚要是不去陪吴绍的话 你就等着你女儿并在医院吧 苏家 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 敢欺负我的女人 烈云 你个废物 还敢回来 废物啊 在我宿家真的找我 看来上次医院那一巴掌教训还不够 我再提醒一下 够了 叶玄 老婆我还没死 还轮不到你带我苏家 耀武扬威 当妹妹她 为自己的姐姐非大气吧 当爷爷她 为了家族的力气 把自己的亲孙女 赖给其他男人 这就是所谓的苏家女人 苏家做神 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我也没兴趣和你这种肮脏的家族 多说一句话 我来 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女人和孩子 谁再敢动血缘和晓晓 我叶玄 必和她不死不休 苏老爷子 看来你们苏家 是不愿意跟我们吴家攀这轮轻起啊 无少放心 这苏家 我说了算 还轮不到他一个废物在这 说三道四的头 苏学妍 看在你起少教养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去陪胡哨 否则 你就别想救你的女儿了 我 小小的病我来治 用不着你这个老爷子 假人假义 而且小小本就是被苏家投资 我不觉得苏家会愿意治疗小小 废物啊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是说师庙愈下的多 我只说一次 我只有教兴 叶玄 你狗打着包天 竟敢诬陷我苏洪章的孙女 苏学妍 你就认识这个废物在我苏家胡闹吗 叶玄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 学妍 小小可是你的女儿 对不起 叶玄 继续追究下去 如果拿不到解药 小小就真的没救了 我只能这样做了 妙玄 我答应你 不再追究小小中毒的时间 求你把解药给我好不好 小药解药啊 可以 你今天晚上就去陪胡哨 小妙玄你找死 我答应 叶玄 妙玄 我答应你去陪胡哨 求你把解药给我 现在就小小解药 你想 先去陪老胡哨 怎么跟你姐姐说话了 今天晚上 本上还是需要你们两个好好配合的嘛 学妍 跟我走吧 我们同意 叶玄 你 学妍 相信我 就算不像他们 我也能救瞎瞎 你们苏家 吴家 敢对我的女儿下毒 还三番五次的逼迫我的女人 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 你说什么 后果 后果 你一个废物 能让我们承担什么后果呀 哈哈哈 无甲虎威的货色 也敢对我说后果二次 叶玄 你真当是在医院的时候 你们判了你了 要不是当时正巧碰到监察官大人 本少会能容你到现在 这样可是苏家的地盘 可没有监察官帮你了 是监察官特使道 你不用管 监察官大人有令 叶玄监察官特使在死 你还敢站着不乖 谁知监察官特使 还不值得我想 你敢轻视监察官特使 简直是找死 特使大人您都看到了吧 这个废物简直无法无天 您赶快处置了它 小子敢无视本座 好大的胆子 本座今日还有任务在身 事后再处置你 苏家有女品貌断热 战神叶皇殿下特赐聘礼 一周后将在龙凤阁的晚宴上 亲自向谁家提亲 苏老爷子 苏老爷子 接品书吧 这 品书 提亲 没错 苏老爷子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战神大人的乐障 这个 就是啊 我有两个孙女 我不知道战神 看中的是哪一位呀 爷爷 这还要说吗 当然是我吧 苏雪岩啊 就是一个破鞋 难不成战神还能看上他呀 再说一遍 怎么 我说错了吗 难道啊 你想当着特使大人的面 打我呀 爷爷 你能冷静一点 苏老爷子 只有这一位没结婚的孙女 是的 那就没错了 战神大人的提亲对象 应该就是这位小姐 恭喜苏老爷子 恭喜战神夫人 战神夫人 妙玉啊 你现在既然已经是 战神大人的夫人了 那么苏氏集团新总裁的位置 就非你莫属了 谢谢爷爷 老爷子 现在就下决定 未免也太早了吧 废话 给我闭嘴 没你说话的份 特使大人 聘书我收下了 回去转告战神 我答应一下给他 夫人 一周后请务必准时参加晚宴 接受战神大人的提亲 知道了 属下告退 慢着 你是青鸾的手下 竟敢直呼青鸾大人的名讳 那青鸾有没有告诉你 这本聘礼 是送给雪云的 叶玄 你脑子进水了 苏雪云一个结了婚的破鞋 战神会跟他提亲吗 或者是气急了 想把自己老婆送给战神大人 好讨好她了 叶玄 那平貌 那能力 雪云哪一点比得上妙玉 你敢拿他来侮辱战神大人 侮辱战神者 杀无色 特使大人 这个人虽然是我苏家的最绪 但和我们一向不合 他的事和我苏家无关 爷爷您放心吧 我现在可是堂堂的战神夫人 战神就算他在我的面子上 也不会牵连我们苏家的 至于这个废物 我以战神夫人的身份命令你们 拿下这个废物 等等 如果你不清楚 这份礼担是送给谁的 最好现在就打电话问问清婉 蝶羊争大错 电话就没有必要打了吧 傻子都知道 战神大人 不可能娶一个有夫之妇的 就是 叶玄 你到底还要胡搅满掌上什么时候 周雪岩这种货色 只能配这种废物 只要我 才能配得上正式 我看是有些废物 害怕处罚 才是说胡话 有没有说胡话 打电话问问清婉 我就知道 这个废物 该不会真的要给 清婉大人打电话吧 简直是 太丢我苏家的人了 你去取一个废物 哪来的资格跟清婉大人同话 还真以为自己 能够联系到清婉大人 哟 还装起来了 不知道的 还有你想干嘛呢 我就是想把你的老婆送给战神大人潘高枕嘛 雪岩 你老公都不要你了 你还是跟着我算 我这个人是很年相亲密的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好 你们姐妹呢 喂 丽华 叶轩 够了 你别再胡闹了 叶轩 你还要是跟着我家庭 过平凡的日子 雪岩 我 我对不起 可是我没有想到 六年的等待 就换了这样的结果 你一回来就搞得天下大了 现在还要把我送给其他的男人 叶轩 我对你 很失望 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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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住 得罪了我堂堂战神夫人 就这么想走了 拿下她 让开 我说伤开 噔 plaint 哦 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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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罗 骆查查雪岩 是不是 叶雪岩 你个废物 其他的狗胆 予将盘拒捕 夫人放心 你们这就回去禀告监察官大人 怕逃不掉 恭喜恭喜 苏老爷子一跃成为战神的乐障 无少放心 战神乐障只是个虚拟而已 我们苏家要想在江城壮大 还得靠福家多多提携呀 答应你的事 老父我一定管的 那我就等苏老的好消息了 老父我现在就去找雪岩 今天晚上我一定把他送到你的房间 战神夫人 滚 不知道我在办正事啊 什么事赶快说 不是啊 你要我查的那个叶玄的体系查清楚了 他就是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一个老改犯也敢坏本事要的好事 我要他死 夫人夫人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我很快就能找到解药旧孩子的 我今天都没有要把你送给别的男人 我是战神医务 妈妈妈爸爸没有骗人 爸爸救了小小爸爸是大英雄 叶玄 到了现在你还想骗我 你以为你拿几个假证书我就会信你吗 许言 你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妙玄都告诉我了 你消失的那五年是在坐牢 你说你是战神 有坐牢的战神吗 许言 那件事事述有意 我 等你先学会不撒谎再说吧 夫人请留步 你是 这位是江城新任检察官 清卵大人 你是清卵大人 我能证明 您丈夫就是叶玄战神 叶玄 我们孤儿寡母的 真没什么好骗的 更不值得你用这么大的代价 找个群眼来骗我 这位小姐 你表演的的确很酸 但是我不觉得 一个坐过五年牢的人 会是战神大人 对不起 让一让 夫人 清卵 别追了 叶玄 我丢下他们母务五年 他心中有怨气 便难怪他不会相信 那您更应该跟夫人解释清楚啊 罢了 明天宴会 江城豪门齐聚时 不会自证身份的 目前 你还是派人先保护和他们回去吧 是 我这就去翻 孙沈亿 小小的毒 拜托了 我这就去翻医书 尽快找到解药 解药 敬业的 问少就知道你在这儿 这次 我看你往哪儿跑 吴天良 怎么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 你给我闭嘴 我这次带人 就是为了教训你 就带这两个人 还想教训我 哼 你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你不要以为你吃了几年牢饭 坐了几年牢就是什么大人物 我告诉你 我可是吴家的人 我爸是吴家家主 还认识监察官大人 你拿什么跟我比 你配让苏雪原做你老婆吗 对 你女儿被人绑走 住狗笼吃脏馒头 这些都是我主要安排的 怎么了 有种你动我一下 试试啊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一下 我让你牢底坐穿 到时候 你老婆就是我们人了 我要让她在我的胯下求招 我 我 我 再敢动群演艺别手之头 我要你 你 醒叶的 你敢踹我 你 上跟我上 打死酸活的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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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醒叶的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吴家的人 我爸认识监察官 你敢动我一下 认识监察官就了不起吗 认识监察官就可以追求你了 叶玄 你有丑 你敢打我 有本事 你让我打电话 叫人 看我不多了 你这个狗扎嘴 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认为你最厉害的人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 脑底谁能保得住你 喂 爸 你快来救我 你再不来 我就死了 我告诉你 你等着 我爸马上就带人过来弄死你 你不是能打吗 我爸的手下 我爸 个个都是精英 你敢动我一下 我让你牢地坐穿 谁 我真多 哪个混蛋敢动我的儿子 还是活腻了 爸 快救我爸 他要弄死我 我让你走了吗 他 叶轩 放了我儿子 放了他 吴承兄 你儿子一次又一次的过来惹怒啊 你就真不怕我哪天把他打死了 你敢 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我让你死无葬身就丢了 好大口 儿子 你怎么了 爸 爸 你可 你要凭我报仇啊 放心吧 儿子 我 我要让你死 爸一定给你报仇 爸 啊 在江城这一抹三分地儿 还没人敢跟我吴家人动手 你 如果算了人物的话 就自断一手一脚 跪在我儿子面前 给他赔罪 让我道歉 你还不配 哈哈哈 叶轩 上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 就死了 知道多少年了 你 勾有种 但是 却没长脑子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就当着承受我爸的怒火吧 既然你们想找死 咱就一起上 哼 打断双腿双脚 牛条小命慢慢折磨 给我下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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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可不明精英吗 全是垃圾 叶玄 你别太得意 我可是认识监察官大人 你敢再打我一下试试 监察官又如何 你就这么来了 我也证大不误 你好大大胆子 竟敢侮辱青鸾大人 叶玄 青鸾大人到了 你死定了 青鸾大人 就是这个狗杂似 他竟敢侮辱你 今天你一定要好好地教训教育他 青鸾大人 就是这个小子 在大庆广众之下 对你出言不许 你可青鸾不能请饶了他 青鸾大人 你打错人了吧 打错人 打的就是你们这两个 仗势吸人的狗东西 给你们权力是让你们造福百姓 不是借着我的名声 是在卫兵欺负人 叶先生对不起 是我反强无法 请你尽量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滚过去给叶先生道歉 青鸾大人 一个老改犯 你让我跟他道歉 再敢侮辱叶先生 你这什么命呢 叶先生 都怪我们有眼无中冒犯了你 还巧你 大人不及小人过 我保证 要再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我保证 我要再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保证 你们的保证 在我面前一般不 想让我原谅你们 就把吴家所有的公司 全都交给苏学妍 叶璇 你不要太过分了 别来 给给给 我们都该 还请叶先生 让青鸾大人 放我们一套生路 一天之内 把吴家所有的公司 全都转到苏学妍的名称 知道后果 还愣着干什么 你出来 你们快给我滚开 别印象老夫做生意 我老 我求您了 整个江城出入吴家医院 就您的医术最高明 求您救救我的女儿小小吧 爷爷 救救你救救小小吧 小小不想死 哎呀 老夫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啊 你们得罪了吴家 整个战城 都没有人愿意给你们看病了 我老 医者人心 我求您了 来来 快把他给我打出去 我再也不想听见他这废话了 住手 小小 不大 你怎么来了 学业 之前是我不对 我不该冒充战神 请你原谅我好不好 哦 你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吧 正好 赶紧把这夫女俩给我带走 刚才就是你说的 要打我老婆和女儿是吧 他挡住了我的医馆门口 影响了我赚钱 我能不赶他吗 乱 开这个医馆 想着怎么治病救人 反而一本习子就只想着赚钱了是吗 你女儿 中的是剧毒 活不了几天了 没必要再看病了 就算是我师父 华一胜来了 也救不了他 那如果是华一胜他师父 你的意思是我师公孙神医 不错 我师公他老人家 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一辈子呀 就给夜黄大人看口令 就你 请不到 我要是你 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应该找个棺材付 给你女儿买个好棺材 你敢找我女儿 放手 你放开我 叶轩 你别闹了 快放手 雪岩 我知道错了 咱们带小小回医院吧 好好看病好了 你还想让那个假医生 来耽误小小的病情吗 叶轩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女儿 雪岩 她真的是孙神医 她不是假医生 等她治好了小小的病 你就知道我没有说谎了 妈妈 爸爸是好人 爸爸不会说谎的 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 叶轩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小小的病 我会自己想办法 好 不回去也行 她是孙神医的徒孙 一定认识孙神医 那么我让孙神医过来以后 大家一见面 就知道真假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听到什么 啊 刚才这个废物说 要把我师公孙神医 请到这儿来啊 哈哈哈哈 我看哪 这小子是被他老婆吵昏头 开始胡言乱语了 哈哈哈哈 全天下 只有战神夜皇 能命令我师公 就你 你是战神吗 啊 竟敢说还能请到我师公 啊 哈哈哈哈 马上你就知道 我到底请不请得动孙神医了 秦鸾 请孙神医过来医馆一趟 装模作样 就凭你一个电话 老夫就会相信了 王老 咱们跟这种废物废话什么 还是赶紧赶他们走 省得耽误咱们医馆的生意 王老 我求求您了 不要赶我们走 我丈夫 他也只是担心女儿的病情 才会说胡话 我求求您了 救救我女儿吧 你想要多少诊金 都可以 我师父可是江城第一中医 怎会看上你这点诊金 要想让我救你女儿也行 你这个废物老公 刚才几次三番 冒犯我施工 只要他当众下跪赔礼道歉 我就救你女儿 啊 坏人 你欺负我爸爸 小小不让你治病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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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你没事吧 哈哈 哈哈哈哈 这小野种明显是毒发了啊 就算你们现在找遍整个江城 也唯独有老夫 能让他多活几天 哈哈 好大的口气啊 师父 你怎么来了 你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你 哎呀呀 是 你这个医德败坏的东西 老夫要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是这么个畜生 战神 老夫送你前来救治领埃 战神 还是战神 师父 这个废物 是战神 都不可能啊 来人 把这个畜生 给我押回药王谷 没有我的命令 这个被子都不准放出来 师父 师父 我错了 哎呀 哎呀 师父 哎呀 哈哈 战神 顺 顺 我并不是什么战神 我只是在战场上救过战神的命 你呀 就不用帮着我骗他们了 战神 您这是 哦 好好好 战神当初说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在关键时刻 可以冒充他来渡过危机 既然你不愿意继续冒充老夫 也就不装了 快让我 看个孩子吧 孙师你快请 你真的是孙师父吗 如假包换 刚才你是看到了他 他的确是我们太师公孙师 可是太师公 你为什么要比这个小爷种看病 闭上你的狗嘴 再敢断说话 你就去药王谷 陪那个孽徒去 快 把孩子抬进医馆看病 是 我自己来 我好了 我好了 小小小小小你没事了 孩子的毒已经被我给压住了 我在医馆再找找药材 看看能不能够吃 谢谢孙师医 麻烦孙师医了 我太师公亲自给你们治病 可是你们八辈子的福分 费什么话 走 带我去药房看看去 月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是我一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所以才骗了你 妈妈 你就原谅爸爸吧 之前你教导过小小 这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爸爸已经知道错了 叶全 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 希望你能给小小做个榜样 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 好 我答应你 从此之后 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绝对不会辜负你 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分开了 喂 孙小姐 叶先生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接下 孙生医 是不是找到旧小小的办法了 没错 我找到了旧小小的办法 不过缺少一味药材 全城还有吴家有 吴家 这个药材十分珍惜 当时吴家家族也是花了大价钱能买到的 我这就打电话让吴成兄送过来 叶璇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吴成兄可是吴家家主 你让他把药给你送过来 你刚刚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好了 这件事不用你操心了 我会自己去求吴天亮的 孙生医 我会尽快拿到那位药材的 到时候给小小姐夫 这样麻烦你了吗 孙生医 我会尽快拿到那位药材的 到时候给小小姐读 就要麻烦您了 孙小姐 只要您能拿到那位药材 剩下它交给我 孙总 大学不好啊 你们要为他们来公司了 永远要把您赶出公司 您快过来看看吧 我现在又过来 给人脸不要脸的东西 我告诉你 孙雪岩那个贱人 马上就要被公司赶出去了 你要接着明顽不灵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苏小姐 这里是苏总的办公室 请你离开 不然的话 我就叫保安把你赶出去了 不知好歹的东西 一天眼一劲都没有 活该当一辈子的奴才 哟 我的好姐姐 你总算来了 你看看你养的那个奴才 一点规矩都没有 我劝你啊 顺头把它开了吧 苏妙玉 你可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混不去 这个公司 不欢迎你 叶玄 你个老改犯 有什么资格命名我 我可是战神的夫人 你信不信 往战神弄死你 叶玄 够了 你还想现在不够乱吗 你还想现在不够乱吗 妙玉 我知道 你想要这个公司 只要你肯帮我一个忙 别说公司 你要我的命我都给你 想不到我的好姐姐 居然还有求我的一天 不过 这求人吗 想要拿出点求人的态度 你这样 妙玉 小小中毒 需要一株药材救命 只要你能让吴绍 把他家那株稀有药材卖给我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好啊 那你给我跪下 再把公司呢 转到我的名下 我就让吴绍啊 把药材卖给你 好 我跪 我签 只要能救小小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别 你能求他 我已经让吴绍的人 把药材送过来了 你现在在这里求他 根本就没有用 他这是在想尽办法 侮辱你罢的 叶玉 小小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能不能不要 拿他的命开玩笑 你自己几斤几两 你心里没数吗 你能不能不要 拿他的命开玩笑 你自己几斤几两 你心里没数吗 打不好 这个巴掌打得好 叶玄这个废物啊 不知道天高地后 活该被你 苏雪岩 我劝你啊 顺早和这个废物离婚 到时候呢 我给你介绍个富二代 不知道比他强多少 苏雪岩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的话 无侠的人 马上就把药材送过来了 叶玄 你以为自己什么身份啊 让吴绍把价值连存的药材给你送过来 我看你啊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啊 再说了 我和吴绍关系这么好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把药材送给你呢 叶玄 你给我滚 你从来就没有把小小当成是你的孩子 你是不是怕不得他死 苏雪岩 你还想不想住那个小健种了 就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要救小小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住一下呀 再晚啊 小小那个健种 就救的就不回来了 为了救那个小健种 连公司都不要 我看你啊 真的是脑子被驴踢了 我看你真的是脑子被驴踢了 哎呀 吴绍 你可断来了 刚才这两个人合起火来欺负我 你可以调位我做主啊 苏小姐 这是吴氏集团的卡让协议 你今天需要的药材都在这里 请你收下 吴绍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价值连城的药材 和这集团公司送给苏雪岩啊 走开 我们吴家的事儿 还如不到你家村啊 吴绍 你 你这是 苏小姐 请你收下吧 不然我也不好回去交参呀 雪岩 你就收下吧 小小还等着这个药材治病呢 苏小姐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过去了 吴绍 你先别走啊 这件事你肯定是搞错了 你为什么要把药材和公司都送给苏雪岩这个贱人 你为什么要把药材和公司 都送给苏雪岩这个贱人 苏妙女人 你可整点心吗 有些人 你得罪不起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差点差 怎么可能把公司和药材 送给苏雪岩这个贱人 叶轩 我先把药材拿给孙十一 晓晓有救了 好 快去吧 雪岩 不安全 苏妙女人 你一次又一次的为难许言 现在 我送你 叶轩 你算什么东西 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我可是战神夫人 你敢动我一根手指 我让你吃不了 都是怎么吃 战神的夫人 我说你是眼睛香啊 还是耳朵龙 昨天发生在苏家的一幕幕 你都没看到吗 那可是战神的手下金屋 亲自上的宋才语 金屋说的话 难道伯父相信 金屋 苏妙月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像你这样的荡妇 你觉得 谁能看得上你 叶轩 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想敢弄战神的女人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跪下 要不然我让战神弄死你 弄死我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我想要弄死你一个脑改犯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就算我要杀到苏雪宇 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苏妙月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知道冒充战神夫人 会面临什么后果 叶轩 你别我放肆 我可是战神亲自派人上门提亲的 你凭什么说我是冒充的 我当要看的是谁在乎一人 敢冒充战神夫人 胆子不小 你又是谁 凭什么说我是冒充的 江崇昕日监察官 战神大人副官 青鸾 你说我凭什么说你是冒充 不可能啊 你是骗子 你和这个脑改犯是一起的 你俩和起伙来演戏呢 演戏 你以为还有谁会傻得 像你那样冒充战神夫人 就算你是监察官 青鸾又怎么样 我可是你的手下亲自上门提亲的 难不成还想反悔啊 反悔 连彩礼是不是给你的都不知道 就敢伸手去接 你胆子可真不行 我们苏家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 那就是本小姐我 难道战神能看上苏雪岩那个贱人 难道战神能看上苏雪岩那个贱人 苏妙玉 你再敢骂雪岩一句 信不信我今天让你走不出这个办公室 叶雪 这轮不到你放肆 我可是战神的女人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战神的女人 你做什么 我宣布 苏妙玉冒充战神夫人 剥夺一切权 从现在来时 不再遮授战神殿的庇护 齐软 你好 她的杆子 竟然敢冒充战神的复关 我倒找到战神好好问清楚 让战神狠狠地惩罚你 当你见到叶雪岩下的心 你给我站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好跟我说清楚 叶雪 刚才那些人生找了演员是吧 喝些火来气我呢 演员 苏妙玉 亏你想得出来 我劝你最好老实点 再敢对雪岩下黑手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也嫌你个混蛋 我可是堂堂的战神夫人 而定婚宴那天 我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秦鸾 让你调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叶黄殿下 事情有点复杂 现在针对你的人 和六年前陷害你的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没有 那个人很有可能 一直潜伏在您身边 只是我暂时没有查出 到底是谁 六年前 看来他还是对我贼心不死 当初一次没有把我害死 你现在就开始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既然如此 我就不得确定放过他们 叶黄殿下 我会尽快查出 在背后陷害您的人到底是谁 需不需要派几个人保护您 我担心他在背后向您下黑手 不必了 你尽快查 把那帮澡子全部都给我揪出来 既然他们一次又一次 对我下黑手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叶黄殿下放心 我会尽快揪出那个人的 叶玄 你知道吗 这个吴氏集团 不知道比我们苏家那个公司 要厉害多少倍 我第一次掌控这么大的公司 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只要你高兴 来给一切 吴氏集团 不知道吴成熊为什么好端端的 为什么把公司送给我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叶玄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一个神秘人 在背后盯着自己 如果让苏雪妍知道的话 一定会给他带来危险 还是暂时不要让他知道为好 说不定呀 是青鸾大人一直在后面关注着 也有可能是吴成兄良心发现 想要弥补之前对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呀 就大方的把公司送给你了 不管怎么说 既然他们把公司送给我了 我相信 在我的带领下 胡适集团只会越来越好 没想到吴雪妍那个建议真的敢接受公司 我现在就找人躲着他 闭嘴 你这个混小子 难道你不知道青鸾大人一直护着苏雪妍吗 这个结果也让你去扯他 青鸾大人能放过我们吗 难道我就真的忍心 看你打下来的江山 把他躲走吧 我不甘心的 放心吧 我早有安排 我把公司的资金都转移了 现在只不过是个孤合公司而已 而且公司那几个老油条 我可喝一口 等到公司撑不下去的时候啊 他自然就会来找我们 还有啊 你马上去龙城找人 能找到那个大人物 请他来到江山 是要他说 青鸾 不质疑 是 我爸 我现在就去城区龙城 哪个是新任老板呢 赶紧给我滚出来 你是谁 那么横冲直转的进来想干什么 我就是新任老板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哎呀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新任老板竟然是个牙子 让个女的当老板 简直可笑不容易 不是什么事你就直说 不用这么管我 所有的事我都做得了主 好 你是老板 你说了算 那就给钱吧 明天就是发工资的日子了 现在公司账上是一分钱没有 你让我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 难不成你让我给他们打白条 你说什么 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 怎么可能 无事集团是一个即将要上市的公司 怎么可能一分钱都没有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你是怀疑我侵吞财产了 你随便查 反正我没拿公司一分钱 随便你查 这肯定是吴承熊搞得贵 他想让你指缘而退 所以这么老实大公司交给你 自己在这边赚的资料 吴承熊这个老狐狸 林总还给我留下这么大一个难题 那跟我就没关系了 反正明天要拿个国钱 就不要怪我了 到时候工人走完了 我也没办法 对了 供货商那边也开始推债了 明天就得结钱 大概得五个亿 你说什么 五个亿 你说什么 五个亿 五个亿 如果想让公司正常运行 至少得十个亿 如果你要是搞不定 还是乖乖把吴总请回来 这女人哪 就跑不住 你这明摆的是为难人呀 一天的时间 去哪用十个亿的资金 之前的账单肯定存在问题 我会派人进去调查 调查 我随便你们怎么调查 反正跟我没关系 你们要查出来个蹊跷 赵老师 别到时候碰一批子灰 再回来求我 果然是你搞不过 就算是我搞的鬼 能把我怎么样了 明天要拿不出来十个亿 公司就关门大吉 苏雪岩 你看着办法 实在不行 赔我一碗 当时贷款贴 我帮你解决 我的人 是我的人 熊经理 请你自重 你们这两个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叶雪岩 乖乖把你的女人送到我们床上 要不然我让你一分钱也带不着我 就算我一分钱都带不出来 我予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有本事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打我 你知道我背后的老板是谁吗 吴天良 吴成雄我都敢打 我还会怕你去吗 我呢 你还想打我不成 我今天就算杀了 没有任何事 我跟着我 苏雪岩 明天你要打不出来十个亿 我就让你身败名利 滚 放心 我给你帮你 赵经理 这无视集团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这十个亿的贷款 审批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们 有什么事情 我们好商量吗 苏雪岩 就死了这条心吧 赵经理啊 是一分钱都不会带给你的 苏妙玉 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 现在才知道会不会有点晚了呀 赶紧滚出去吧 还在这儿按什么眼啊 苏雪岩 我耍了你那么长时间 你现在才知道 还真是个傻子 我和妙玉可是多年同学 你认为我会帮你吗 没来背后添乱 你就算不错了 你们 卑鄙 无耻 卑鄙 无耻 苏雪岩 只要能让你成为 顺不分文的穷光的 我可是什么手段 都能耍得出来哦 妙玉 只要我不给她PJP带款 我用三天 她的公司就会倒闭 三天 我看啊 根本不用出一天 她就会被她公司里面的员工啊 给赶出来 她叫了员工这么多钱 他们啊 会这么轻易放过她的 赶紧你 你跟苏妙玉狼狈为奸 你就不怕这件事被你们行长知道吗 行长 苏雪岩 你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还想见我们行长 简直是痴心妄想啊 是谁说我们见不到你们行长呢 叶玄 你个老改犯来这干什么 凑什么热闹 这里不欢迎你 赶紧滚出去吧 一会儿啊 这里少了几百块钱 我们可说不准是谁偷的了 老改犯啊 那我可以都叫几个保安了 万一一会儿一时兴起 抢了我们银行怎么办呀 你们别胡说 叶玄不是那样的人 叶玄 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等我吗 你怎么进来了 我看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去 但你出现意外 意外 确实 她马上就发生意外了 公司呢 马上就要破产了 附下几十个月 马上呢 就要送一通大牢了 还真是悲催呀 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 一个马上又进去了 真是绝配呀 两个老改犯 将来啊 他们的女儿也一定是老改犯 将来啊 他们的女儿也一定是老改犯 苏妙玉 你给我闭嘴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女儿 你们两个啊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想从这带走一分钱 谁说我们一分钱能拿不到 我说的 在这家银行没有我发话 我看谁敢贷款 我知道你们行长亲自过来 能不能拿得下这笔贷款 行长 你算哪个人从啊 一个老改犯也会认识我们行长 这个老改犯啊 就是爱吹牛 一会该不会说自己就是战神了吧 叶玉 你能不能不要再捣乱了 快出去 剩下的事我自己会解决 雪妍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认识行长 好 叶玉 我给你这个机会 既然你说认识我们行长 如果今天你把我们行长喊来 我给你批二十亿的贷款 说 金小庄 我看这个废物 到底能撞到什么时候 我说苏小姐呀 你选男人的眼光可有点差呀 怎么找得这么 叶玉 你能不能不要再捣乱了 难道你真的要眼睛睛的开始公司破产 我们抓起来吧 苏小姐 我劝你还是换一个老公吧 这个老改犯压根配不上你 苏雪妍 我劝你还是从了吴少吧 只要你乖乖的听吴少的话 这几十亿的贷款都是小事 李好长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心里没数吗 李行长 就算死 也要让我死明白啊 叶玉 你来你也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李行长 是这样的 本来没什么大事 我和老婆来你银行贷款 谁曾想 你这个经理不知好歹 一次又一次的找事 叶先生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答复 战神夫人 信不信我让战神过来弄死你 战神夫人 你也配 赶紧给我出去 刚刚就是你和苏妙玉 一起为难叶先生的 陆航长 您就饶了我吧 都是苏妙玉蛊惑我干的 我知道错了 饶了你 如果我今天不过来 我还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难为叶先生 自己去找他认错吧 叶先生 求求你帮我求求情 我要知道您是李航长 救命恩人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们的 你和苏妙玉不是同学吗 让他来求我 兴许我心情好了 还能原谅你 叶璇 你可老改犯 别太过分了 想让我求你 吃心忘小 既然如此 那你们也就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李航长 让他们管 保安 保安 把这两个人给我拖出去 李航长 我不准再踏进 这些银行贯部 苏总 这是二十亿免息贷款合同 还请您签字 李航长 二十亿免息贷款 这是不是 刚刚手下人 给您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我心中十分过意不去 所以这份合同请您收下吧 姐 你就收下吧 我救过李航长一命 他这是为了报答我的恩情 你要是再不收的话 李航长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是 苏小姐 您就收下吧 以后公司要是有周转资金的需要 您尽管来招呼 李航长 那我就收下了 大家都听好了 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苏雪岩那个贱人赶出公司 到时候公司又重新回到我们手里头 吴总一定会好好的奖赏大家的 啊 哈哈哈哈 小经理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你还没有办法把我赶出公司 苏雪岩 好大的口气啊 那可是十个亿 我就不相信你一天之内能拿出十个亿了 你办不到的事情 不带着其他人 不带着其他人 口气不小啊 吴总已经给江城所有的银行打过招 不会有任何一家银行赶款你们钱的 果然是吴成熊在背后搞的鬼 你现在才知道 晚了 敢跟吴总作对 你还嫩点 二十亿免惜贷款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不相信的话自己看 李万顺怎么敢给你贷款二十个亿 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难道 他不怕吴总报复吗 合同就在你手上 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去求证 假的 你们在骗我对不对 是真是假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用不用 我给李万顺李航证打电话 和他亲自过来打 熊经理 我答应你的贷款 已经双倍拿回来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什么说话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我宣布 从今天起 无事集团正式改名为苏业集团 现在进军食品行业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真的气死我了 苏雪岩那个贱人真的接手了无事集团 现在还混得风深水起的 他真的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行了 妙玉你不要再抱怨了 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快速的把苏市集团管理好 苏雪岩现在还故意向食品行业进军 他是为了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爷爷 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我们苏市集团和无事集团相比 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呀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呀 苏老爷子 哈哈哈哈 在下冒昧来讨容 苏老爷子不会介意吧 胡承熊 你来干什么 苏老爷子 干嘛动那么大干活呀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咱们现在啊应该同一战线才对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爷爷 你还不懂吴总的意思吗 他是想拿着我们啊 一起对付苏雪岩那个剑 还是苏小姐聪明啊 一下就猜到我的心思了 还是苏小姐聪明啊 一下就猜到我的心思了 吴总 你忍心下得了手吗 毕竟那之前可是你的公司啊 苏老爷子 说起来惭愧啊 当初要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也不会白白把公司送给苏雪岩的 现在 我只想重新夺回我的公司 既然吴总敢来朝我们 想必他对自己的方法 早就已经是凶有成竹 就算我再凶有成竹 没有苏老爷子的帮助 那怎么能行呢 只要苏老爷子 你肯出手相助 我保证 事成之后 我拿出公司百分之二十的部分送给苏老 吴总 此话可当真啊 哎呀 苏老爷子 我现在都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啊 在吴时集团的内部啊 你不想嚣张吗 我会在你跪在我面前 求我的 给我砸 干什么 干什么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们是什么人 再不出去我就叫保安了 你就是苏雪岩吧 你就是苏雪岩吧 我就是苏雪岩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难道你不清楚吗 你们公司的产品 让我们兄弟吃完全部中进了医院 你说我来找你们干什么 不可能 我公司的产品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这是在污蔑 污蔑 苏雪岩 现在人正物正居在 你还有什么可照片的 公司的每一道生产线 都是会找人盯着的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苏雪岩 你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苏雪岩 这家车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今天 苏雪岩做出这个门 我感动他一个试试 这件事 我会找专业的部门进入调查 等出了结果 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但现在 请你们离开 请你们离开 离开 苏雪岩 你真以为我们是那么好打发的吗 不拿出五千万赔偿我们的药费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媒体 到时候你们损失的 可就不止五千万了 五千万 你连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休想 我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苏雪岩 你太让我失望了 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 你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上 做手脚呢 你 现在证据都摆在你的面前 你还在狡辩 这件事情 万一被媒体曝光出去 我们公司还有活路吗 你总该为 公司的员工考虑考虑吧 这件事情一定另有引擎 我劝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件事是你们在背后捣乱 这根本就是你们做的 苏雪岩 你不要胡说 这明明都是你的事情 不要往我们身上推 苏雪岩 我再给你三分钟 如果我见不到五千万 我就把这些正确交给媒体 老大的时候 可就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了 苏雪岩 你还在等什么呢 难道你要眼看着公司破产吗 看来苏总 根本就没把公司的事 放到心上了 看来苏总 根本就没把公司的事 放到心上了 吴晨雄 你怎么来了 苏总 不欢迎我 依我看 这心里有鬼吧 吴晨雄 你这是污蔑 污蔑 你 这公司的安危 这公司那么多员工的生存于不顾 还说我污蔑 倒是你呀 根本就不配当这个老板 没错 苏雪岩根本不配在公司 我建议将他赶出公司 我们都同意苏雪岩滚出公司 苏雪岩 你现在真是重判亲礼啊 雪岩我相信你 让我从公司离开 休想 苏雪岩 你自己考虑清楚 你要是乖乖听话从公司离开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要是不听话 这些资料交给媒体 接下来要面临什么 你比我清楚 难道 你真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 难道 你想让你的女儿从小没有妈妈吗 哈哈哈哈 你们几个 狼狈为奸 我会找到你们陷害我的证据的 苏总 既然静总不是吃罚酒 那就怪不到我了 李虎 人交给你了 吴总放心 我会让他乖乖离开公司的 我会让他乖乖离开公司的 让他离开 经过我同意了吗 言选 干什么 你不能动我 言选 你干什么 明明是苏雪岩有错 李虎才是受害者 你擅自动手大人 青鸾大人来了 也不会放过你 青鸾 你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现在过来 看看到底是谁怎么样 食品中毒到底是谁在背后操控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言选 你不要胡说 你有证据吗 是不信我搞你诽谤 言选 你可不要冤枉人的 明明是苏雪岩能力不足 大家才要把他赶入公司 关熊经理什么事 明明是你们在背后捣乱 要不然也不会有食品中毒的事情 苏小姐 现在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 还有意义 最当紧的是赶快把这件事给处理了 免得造成更大的影响 他又解决不了问题 我建议把他赶出公司 换有能力的人 来做总裁的位置 也选 如果我办不到 我和雪岩离开公司 但如果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交出吴家的所有股份 以后不许再过屋公司的任何事情 好 答应你 明天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 从这里滚出去 我们走 叶玄 你能不能不要蠢能了 吴成熊明明就设好了圈套 等我们往里进 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 雪岩 我既然敢答应他 就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你要是能那么容易解决 那他就不是吴成熊了 这件事不用你管 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雪岩 你相信我 雪岩 你说的事情 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凭我现在在电视台 大记者的身份 想要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一点 你再说了 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有人在陷害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 想陷害你 全部绳身一把 云康 那就麻烦你了 等这件事情解决以后 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雪岩 我们都是同学 这点事情 根本就不值一提 对了雪岩 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今天晚上 我们一定要不醉不跪 云康 我酒量不好 还是改天吧 等这件事解决了 我跟我老公亲自请你吃饭 雪岩 你这是不给我面子 不就是一杯酒吧 我们这么多年 同学情依 难道你还信不过我 好吧 不过我只能喝一杯 好 我也不勉强你 就此一杯 来 干杯 雪岩 人就不能喝 人就不能喝 雪岩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这杯酒不能喝 他在这杯酒里下药了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说 我在这杯酒里下药 叶璇 云康 这位是我老公 他刚刚是胡说的 我向你道歉 他就是你说那个 蹲大牢 刚出来的老公啊 他是不是蹲大牢 蹲傻了 叶璇 你能不能不要捣乱了 云康是我同学 怎么会在我酒杯里下药呢 雪岩 你要相信我 叶璇 你说我在这杯酒里下了药 你有证据吗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啊 想要证明你没下药 很简单 你现在把这杯酒喝下去 只要你敢喝 我现在就给你道歉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就是不喝 你能拿我怎样 云康 不就是一杯酒吗 你喝了不就证明 你没有在里面下药了 我现在不想喝了 行不行 再说了 我凭什么 要向他证明 我没有在这杯酒里下药了 你现在还敢说你没下药 我看就是你刚刚趁多酒杯的时候 故意在里面下药 陷害我的 雪岩 我劝你趁早和这个老改犯离婚 顾云康 看来你真是贼心不死的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身上应该还有剩余的药吧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错 就是我下药 你又能拿我怎样 顾云康 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苏雪岩 你竟然求我办事 只要你今天晚上陪我一起 我就保你平安无事 不然 你公司只有破产这一点 敢打雪岩的主意 我看你真是慌得不耐烦了 你 你这个老改犯敢打我 打你是看得起你 你要再敢打雪岩的主意 我要你命 叶雪岩 你别这么冲动 你打了他 我们的公司怎么办 叶雪岩 苏雪岩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让你们公司 彻底破产 让你们跪在我面前求我 叶雪岩 苏雪岩 你们给我等着 我要让你们公司 彻底破产 让你们跪在我面前求我 叶雪岩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打云康啊 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 难道你真的想看公司破产吗 雪岩 我真的有办法解决公司 这是一篇安全的事情 你就得相信我一次吗 算了 你既然说你有办法 就按你的办法来解决吧 如果苏雪岩集团真的破产了 我们就过回我们以前的苦日子 只要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就行 叶黄殿下 属下来迟 还请叶黄殿下受罪 行了 没有你的消息 我也不能及时的救下去 你做的已经够错了 对了 帮我办一件事情 对外宣称 我马上要找利物算账 叶黄殿下 你虎嫩虎嫩阳风英伟 属下这就去亲自解决他 做什么事 就先动动脑残 就按我说的做 派人暗中保护你 吴承兄这个人 肯定会想办法解决利物这个祸害的 自命 属下这就去办 却不让叶黄殿下失望 苏老爷子 你可真是有一个好女婿啊 那小子又怎么让人你了 那小子派人去抓李虎 没办法 我只能派我的心腹去解决李虎 结果呢 我那心腹也被他抓了 现在要是不尽快解决他 我干他那一事 一旦抱出来 谁都不好受 一点小问题而已 你看你 都吓成什么样了呢 小问题 一个是江城的地下皇帝 一个是我的信父 现在他俩都被抓了 我等于失去了左膀右臂啊 不知道苏老爷子 有什么好主意 能够尽快地解决叶犬 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 江城电视台的 顾云康 那小子平时花天酒地 你只要稍微给他一点迎头小力 那岂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了吗 是苏老爷子有妙招啊 至于叶玄的家伙 能用力 给他下点药 你带上人 到一个捉剑的现场 给他弄一个 莫须又一句 让他白口难辨 然后 给他弄进去 住几年 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是要暂时 让他们闭嘴 那剩下的事 也就是咱们想怎么样 就怎样了 姐姐 你怎么能让我去送了那个老改犯呢 我才不去呢 谁也要去谁去 妙玉 只要你帮助爷爷 咱这人是反成了 在晚宴上 我会帮你不美颜几句 到时候 你想得到那个战神的方心 那不是惊而易举的事吗 苏小姐 你是一个识大体的人 不会连这点厉害都厉害 好 那我已经都战神的方心 我拼了 五种 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办 你应该清楚 苏老爷子 我办事你放心 等我的好消息吧 走 走 爷爷 我回来拿点衣服 姐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陪爷 出去转转 陪爷 说个心理话 爷爷 我拿完衣服就走 明天还有工作 改天吗 呐 现在连爷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放心 耽误不了你做这个事情 走吧 去吧 我在这儿呢 姐夫啊 这几天呢 我也想了很多 之前呀 是我 对 我都不应该啊 抢你跟我姐姐的公司 我现在啊 之前要跟你道歉 我现在啊 真诚的和你道歉 你现在知道错了 姐夫啊 爷爷已经教训过我了 这几天我又准备把公司还给你们呢 把公司还给我们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这么不可信呀 姐夫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亲自给你端茶送水啊 看在你姐的份上 我姑且再信你这次 以后啊 别再跟她做对了 姐夫啊 你就放心吧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跟我姐姐做对了 好热啊 好热啊 你 你是不是还差点下药了 叶玄 看来你也不上饭车 不 不 你这些 我 我来走 你走开 走开 天 叶玄 玄 玄 你这个禽兽 居然对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你这个禽兽 居然对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姐姐 刚才你们出去以后 姐夫就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不愿意他就叫我 叶玄 我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叶玄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宋妙玉 他给查理下药的 叶玄 你这事做的太过分了 你的意思是说 妙玉拿自己的清白 去诬陷你吗 妙玉 她是这种人吗 叶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妙玉是我亲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叶玄 你听我解释 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冤枉 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叶玄 不能因为妙玉 马上就要成为战神的夫人 你就这样对她 你如果这事 要是让战神大人知道了 我们宿家 整个就要面临灭定之灾了 爹 你会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滚 你给我滚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你啊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你啊 好 很好 宋妙玉 今天是邏輯重要 死 我 不 不 叶玄 叶玄 没想到吧 我们这么快就又见你 叶玉 坑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故意设计的阴谋 叶玄 这就是你敢把我的吓着 没有什么 我点错 传 苏雪岩 昨天你是怎么答应我们的 现在整个江城都知道 我们公司生产的东西有问题 现在公司楼下聚集了大量的记者 等着我们给一个交道 你告诉我 我们应该怎么解释 这件事我会给他们一个解释的 解释 你拿什么解释 你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苏雪岩 现在 只有你 领究辞职 才能平息大家心中 因为 你根本不配当这个老板 不配当这个老板 吴城秀 这根本就是你做的 如果没有你在背后捣乱 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苏雪岩 我这话可得有证据 再敢信公司 信不信我叫人把你赶出公司 把我赶出公司 如果没有我和苏家的那些联系渠道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去卖出去 苏雪岩 你也太自信了吧 我 请到了苏家家族苏老爷子 有了他的 我们今后的一切都会更加顺利 爷爷 妙玉 昨天你们都是骗我的 昨天叶玉想要强暴你 也都是你们陷害他 苏雪岩 看来你也不算热门吧 不把叶玉送进去 今天的事情 也不是声音 爷爷 这都是真的吗 你 你根本就不会叫我叶玉 叶玉 是我对不起你 想要是我的妈妈 爷爷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苏雪岩 你现在 可以离开了吗 让我离开 休想 这些都是叶玉为我争取来的 我绝对不会放手 苏雪岩 根本就没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 真像吴总这样的人 才配得上这个意思 赶紧同学位置上给我滚下来 连吴总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你算什么老板 如果不是吴总之前搭建的平台 你连个屁都不是 雪岩 听你的话 你就不要再挣扎了 只要你乖乖的从这个位置上下 你也保跟给你和小小一条活路 四个人 赶快从这个位置上滚下来 若然的话 找人把你扔住你 我看谁敢 苏雪岩 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 我没事 赶上这么多人 想必 投资苏叶集团的食品安全运动我关注 今天 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 今天 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 这两个人 在场的不少人应该都认识 今天就让他们说说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 叶先生 腿腿去找了我吧 那些失误中毒的那些人 都是无种让我安排的 你可够杂骨 我一切五分人 到底是谁缺口捆人 你的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叶玄 你现在本该待在监狱 你竟敢越狱 你好大的胆子 老实交代 到底是谁把你放出来的 是我放叶先生出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青鸾大人 他可是个强奸犯 你把他放过来 是不是有点不符合规定啊 苏妙玉 符不符合规定你罪情的 咱陷害叶先生 我们是时候随着账 你在说什么啊 明明是他想要强奸我 你可别污蔑我啊 当时雪阳的爷爷可是亲眼看见的 啊 苏妙玉 你最好想清楚再说 青鸾大人 你是想听你的身份来为这事是吗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听顾永康顾大警察 那昨天晚上的事 英勇仪式的全都报告出来 套那个地方 他们只有身败兵这种 吴成熊 你还真是不到黄河过死心啊 把顾永康给我压上来 我 郭云康 你可知罪 又不用把你昨天给苏小姐下药的视频拿给大家看一下 青鸾大人 我再也不敢了 你让我吧 你该求的不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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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晚了 把他给我带下去 军 你就放我 放我 以后谁再敢对叶献之无精 就是跟我亲团做斗 把他们都带走 吴总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吴总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叶轩 算你狠 今天我认在你 我让你走 咱们当中 还是打赌说好的 现在该不会不认账 叶轩 叶轩 今天对我的收入 我会让你百倍千倍的还我 放心 你是不会有这个机会 老爷子 你走 叶轩 对不起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我不该不相信你 居然 这不是你的错 是那苏妙玉 太卑鄙了 以后这个公司都是你的了 再也不会有人敢着急的麻烦 叶轩 又是这个叶轩 这个家伙一次次坏我好事 我都要把他碎尸万段 没想到 青鸾这个家伙 这么维护叶轩 今天晚上我们根本就不会这么被动 妙玉不要让冲动 迷惑了心智 叶轩啊 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叶轩 才是定婚宴 没错 我才是定婚宴上的主角 等我当上了战神夫人 我一定要让叶轩付出沉重的代价 之前从我手上夺走的一切 我统统要他还回来 喂儿子 爸 我已经请到了龙城的巡察官 他今天晚上就和我一起回江城 我们再也不用怕那个青鸾了 好 儿子 干的漂亮 等你回来 爸给你起一大功 爸 叶轩一定要留给我 我一定要很那么收拾他 放心吧儿子 他的小命 就要由你来处理 苏老爷子 你们也都听到了 我们马上就会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到时候 所有的一切 重新回到我们的公主 苏雪岩 我一定要让你跪在地上 求我放过你 好 定婚宴 我就看你们的表演了 叶轩呢叶轩 我要看着你 把公司乖乖搬给我 苏雪岩叶轩 你们两个来这干什么 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吗 我们去哪应该轮不到你来管吧 这里可是战神的订婚宴 没有邀请函谁也进不去 你们两个小编三 有什么资格拿到邀请函 看到没有 这是战神亲自给我送来的邀请函 你们有吗 邀请函 我们自然有 你们也有邀请函 说是还谁信啊 指不定是在哪偷的呢 一个老改犯偷东西 再正常不过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吴陈兄 苏妙玉 你们不要胡说 我们的邀请函才不是偷的呢 可能不是偷的 有可能是抢来的对吧 赶紧报警 把他们两个抓起来 别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们进去 站住 你们有什么资格进去 站住 你们有什么资格进去 不好意思 您的邀请函已经失效了 我们不能让你进去 你说什么 我的邀请函已经失效了 正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可是战神亲自给我的邀请函 我可是今天议员会的主角 不好意思 您的邀请函是假的 您不能进去 看来今天 的确有人是进不去了 走吧雪 凭什么不阻止他们 他们的邀请还是假的 为什么要让他们进去 你信凭我找人投诉你们 这位小姐 他们的邀请还是真的 还有 请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否则 我叫保安把你轰走 你给我让开 你凭什么阻止我 我可是善臣夫人 让开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的正常工作 口眼看低的东西 我一会就让你们后悔 让你跪着瞅我进去 你先过去做吧 让宋妙玉和吴城雄进来 我要亲自收拾他们 不好意思二位 刚才是我们搞错了 你们二位不需要邀请函 早就跟你说过我是战神夫人 他俩紫禅 我看你就活得不耐烦了 苏雪妍 胆子倒是不小嘛 偷别人的邀请函进来 还敢不知羞耻的坐在这儿 苏妙玉 门童怎么又让你进来了 我是唐童的战神夫人 我不进来 今天的订婚宴还怎么举行 刚才是那两个门童有眼无珠 没认出我来 我想要进来 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总不会像你们一样偷着别人的邀请函混进来吧 苏妙玉 不要太得意 待会有你住 苏妙玉 不要太得意 待会有你住的时候 叶玉玉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自己倒是来找死了 一会等战神大人来了 我第一个让他把你抓起来 叶玉 不要以为有青鸾照着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子 别忘了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比你厉害的人多了去 叶玉 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 等会战神大人来了 我们就真的遭殃了 现在想走晚了 大家快过来看呀 这两个人啊 偷邀请函混进来 还敢对未来的战神忽忍不尽 大家赶紧把他们轰出去啊 叶玉 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 走 为什么要走呀 我们要是走了 接下来的订婚宴怎么举行 叶玉 你该不会说这场订婚宴是为你举行的吧 一个老改犯还想举办订婚宴 就是痴心忘心 叶玉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 竟敢连战神大人都敢冒充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叶玉你想干什么 你该不会要做到战神大人和我的做上去吧 叶玉你相信我 叶玉你想干什么呀 你要是相信我 就陪我一块坐在那里 叶玉 那可是战神大人的座位 能坐在那里是不是 不准去 那可是我和战神大人的位子 你们不准坐 叶玉 能坐在那里是不是 放心吧 你就安心的坐在这里 没有人敢让我们走 叶玉 苏雪岩 会以战神夫人的身份秘密你们 赶紧从这个位置上给我滚下来 要不然我就让人杀了你们 杀了我 你要不掀了掀了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来人给我杀了他们 我是战神夫人 我看谁敢不听我的命令 来人我杀了他们我受 我是战神夫人谁敢不听我的命令 你们都聋了吗 他可是战神夫人 难道连他的命令你们也敢不听吗 战神夫人 我怎么不知道我是战神夫人 提什么让你知道 我杀了我杀了他们 我看谁敢 秦伦大人 他们两个居然敢坐在战神大人的位置上 你可一定要很好教训他们呀 秦伦大人 他们根本就没把战神大人放在眼里 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放过 秦伦大人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 他打的是叶玉和苏雪岩这两个贱人啊 属下被在叶玉殿下叶玉夫人 起了吗 秦伦大人 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他怎么可能是战神啊 我不相信 叶玉 秦伦 秦伦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充叶玉殿下 你们是活腻了吧 假的 一定能是假的 你们两个回去回来演戏呢 他怎么可能是战神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怎么可能是战神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叶玉 你真的是叶玉殿下 没错 我就是叶玉殿下 当天送给苏家的彩礼其实是给你的 只是被苏妙玉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给抢了 叶玉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庄 你接着庄 我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 我儿子 马上就要带着巡察官大人来了 到时候 你们 都会被拆船的 没错 我才是战神夫人 也只有我才有资格是战神夫人 愚昧无知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们才是一句可悲的人 叶玉 清兰 你们现在赶紧跪到我的面前求饶 待会巡察官大人来了 或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 吴程雄 你真是傻的可怜 我叶玉大人一次又一次的放过你 你竟如此不知悔改 既然这样 你也没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吴家也可以别我了 哈 清兰 别吓我 巡察官大人马上就到了 我不怕 巡察官大人到 巡察官大人到 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了没有 巡察官大人到了 你们俩 就在这等死吧 巡察官大人 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呀 这里有人冒充清兰大人和战神大人 你可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们 巡察官大人 就是他们 在夜城冒充夜黄大人的身份 胡作非为 这次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小小 作为夜黄大人的部下 如果有人敢冒充殿下 定然饶不 巡察官大人 查 就是那个冒充夜黄殿下的家伙 属下败见夜黄殿下 借黄殿下出罪 我是听他们造谣说有人在这里冒充你 所以才说过来看看 属下败见夜黄殿下 借黄殿下出罪 起来吧 巡察官大人 叶玄 他 他怎么可能会是夜黄大人 起嘴 你有什么资格直呼夜黄大人的名字 巡察官大人 您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 叶玄 他 他怎么可能会是战神大人 怎么会呢 明明是一个老改犯 怎么会变成夜黄殿下 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我一次又一次的放过你 和你们却不知悔改 至终落到现在这样子 假的 都是假的 他怎么可能是战神呢 我才是战神夫人 只有我才有资格成为战神夫人 放开 我放开 没想到 他坚守不住打击 竟然封成这样 这一切 都是他咎由自取罢了 这一切 都是他咎由自取罢了 吴承雄 吴天良 你们可知罪吧 叶玄 就你也配当战神大人 今天 我要杀了你 吴承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难道今天你也要像你儿子一样 死在这里吗 叶玄殿下 求求你饶了我 我后再也不敢了 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这样 根本就好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以后那下 只要你愿意放了我 我有一个重要消息要告诉你 哦 老板 都不定我心情好了 还可以原谅他 是素红杖 那个老东西 他抓了你的女儿 他早就留有后手了 你说什么 是 都是素红杖的老东西干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一号大人 叶玄 你拿来 叶玄你拿来 叶玄你拿来 说 他抓到什么地方 叶玄 想见你女儿下位子吧 哈哈哈哈 叶玄 叶玄你叫救救我们的女儿 如果没有她我也活不下去了 叶玄你放心 等那老板叫小小小肯定有什么目的 小小小暂是不会危险的 你又久不来啦 我上门抛天 一个人来上交化工厂 活蛋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小小是他的新闻 他他那个为什么要保驾他 去 我一定会对小小子 去他家的新闻 好吧 叶小小 你一定要去找他 天狼 帮我找你的人 一个小时之后 成交房屋场集合 叶黄殿下 属下明白 我这就去办 赵老 他真的会来吗 放心 他会乖乖过来的 不然 他怎么会重新接任战神这个职位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妥协 如果他不妥协 咱俩可对付不了他呀 他可是堂堂的战神呢 你放心好了 依我对他的了点 他是绝对会做出这样的事的 苏鸿章 你可真是一个好爷爷呀 竟然敢亲手绑架自己的孙女 只要能让你乖乖的听话 我绑架谁都值得 这里没有外人了 何必还戴着个面具 装神动鬼了 一个人说的没错 这里没有其他人 那我也就不再躲躲藏藏了 这 果然是你 叶玄 既然你知道是我 那你应该知道 我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 你竟然渗透了如此之深 严苏家的老爷子 都被你拉上贼船了 叶玄 你没有想到的事还多着 叶玄 你没有想到的事还多着 看来 我还是小看一眼 实话告诉你吧 当年你到我们苏家不久 我就查明了你的身份 并且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从那之后 我便对苏雪岩一家 进行暗中打压 那天就是要逼迫你从监狱里逃出来 这样我就能彻底的把你给解决了 遗憾你 这么多年你始终不漏死麻将 这么说来我还要感谢你了 感谢你这么多年一直暗中关心我 至少没有让我老婆参死在外面是吗 等了这么多年 等了这么多年 你们总算是按耐不住了呀 如果不解决掉我 我可就要带兵出征了 所以你们就铤而走险绑架了我女儿 想要以此威胁我是吗 叶贤你真聪明 你想的都没有错 有个站住 你往后退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要了她的命 苏老远子 她的面前可是你的亲孙女 你就这么任性 清楚伤害她吗 叶贤你还以为我真的有回头路吗 今天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我没有别的选择 叶贤 你想要救你女儿 现在就只有一个选择 叶贤 你想要救你女儿 现在就只有一个选择 说 究竟怎么样 你们才愿意放了我女儿 想要救你女儿不难 只要你自费武功 我就放过你的女儿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如果我自费武功之后 你们突然改口 又不愿意放我女儿怎么办 一个小女孩的命 我还真不心害你 只要你变成一个废人 这样对大家就多过不正危险了 那我又何必伤害她呢 叶贤你少给我废话 你赶紧自费武功 不然也想想只有死路一条 你要再敢动我就杀了你 苏正就给我住手 我住不住手就看你的了 叶贤 你女儿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只要你自费武功 我保证你的家人都会平安无事 那你又何老而不为呢 只要你愿意放过我女儿 我可以自费武功 叶玄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叶玄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我只给你送一分钟 要么就让她活下去 要么你就保留你的武功 叶玄 你跟你的女儿 还相当多长时间 难道你就带人先 让她从你身边离开 走 我自费武功 这就对了 叶贤 你还在等什么 难道还要扶妻子动手吗 叶贤 叶贤 你真是个傻瓜 为了这个小贱人 你真的敢自毁武功 没有想到啊 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 何悉的是 今天啊 我要要了你们两个人的命 谁也逃不了 叶玄 你知道不知道 你最大的毛病 就是先自首满 你今天的这个举动 将会彻底的让你死在这里 叶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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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能赢到最后的胜 那就没有什么 给你说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战神 是怎么跪到我面前 求我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战神 是怎么跪到我面前 求我的 叶玄 你不是在我面前很嚣张吗 你不是要让我后悔吗 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情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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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还是在骗我们 小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小 爸爸 小小小害怕我 小小不哭 小小不哭 爸爸不是来救你了吗 你爸爸在你身边 你什么都不要管 以后 你爸爸不会再让任何人 切给你了 好不好 你是用什么手段 骗过我们的 我刚刚明明看见你 自飞我功的 小小 你先坐在这 我早已不是五年前那个自己了 我的势力 早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实你们这些人 能够随意揣测的 月轩 刚刚爷 跪迷心窍 我做的那些事 都是赵糊涂那个老家伙 逼着我干的 求求你 放一言一条生路吧 求求你 放一言一条生路吧 放一言一条生路 那你之前可曾想过放小小和雪岩一条生路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他们母女二人 恐怕早就被你逼上绝路了 你之前可曾想过 他们可是你的至亲 丁玄 你不能杀我 因为我是赵老的人 你要敢杀我 他会饶不了你的 赵红图啊 他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还指望他有什么心思保你呢 丁玄 你敢做得下试试 我会让你死无掌声之地的 赵红图 你刚才说什么呀 我没有听清楚 素红图 不过是我养了一条狗而已 你想杀就随你了 原来人民在你眼里这么多之前啊 既然如此 你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丁玄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国会议的 你动我一下试试 我你是不会放了你的 到那个时候 你不要指望你夜黄天下的事物 能保住你 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 国主都亲自看在眼里 你觉得国主会容忍你这样的人 继续作恶吗 夜黄殿下 国主大人 这都是夜闲 他设的圈套啊 爹我一步一步往里面撤啊 是他在陷害我 国主大人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呀 赵红图 枉我那么相信你 没想到你竟然能给我干出这样的事 真让我寒心 国主大人 你就饶了我吧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干算 我保证以后 全力全力的为轮廓服务 真不干算 赵红图 我现在宣布 罢免你所有职务 把你交给夜玄处理 公主大人 只有你把我交给轮廓吧 你把我交给夜玄 他会杀了我的 他会杀你 那你可曾想过 曾经死在你手下的那些人 那些因为出卖情报而惨死的人 你现在的下场 是自有应得 夜玄 赵红图 全权交给你处理 无论你如何处理 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夜玄 赵红图 全权交给你处理 无论你如何处理 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国主大人请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合理的交代 夜玄 我要的可不是你的交代 我要的是你尽快出兵 边境已经告急 你若再不出兵 那就真的危险了 请国主放心 待我办完这件事情 我自然会尽快发兵 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敌人 踏进龙国半步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一皇宁家 师父你找我这场小兵吗 我知道错了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和你作对了 饶你 是你 让我们一家分离五年 是你 让我们一家暴行折磨 同样是你 差点让我们一家阴阳阳阁 你让我怎么放过你 红白了 这点白了 从你踏上这条路开始 就注定了 你终究会落到现在这般模样 兴鲁 县长交给你处理 别留一个我够 是 法证处理的刚刚几次 大强 我们回家 嗯 哎 哎 妈妈妈妈妈 小小你没事吧 妈妈小小没事爸爸可厉害了 把坏人都打跑了 然后带着我回来了 叶璇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不过 我有件事情告诉你 我们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我马上要带灯注灯了 我保证 这次是最后一次 而且我也会尽快回来 等我这次回来 咱们一家人就永远待在一起 再也回来 我知道你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也知道你有你的使命 我会把家里照顾好的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一定要安全的回来 我和小小在家等你 不要让我们失望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安全回来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丢下你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爸爸长大以后 我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 那我一定会认为爸 我对没有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为什么这么多 我答应你